哈喽,各位聚法学的同学大家好 那因为上一周我们上课的时间有一点感 所以导致我们在那个以时整须周那周要你们做的实题很简单的关于preclass的测验 其实我没有时间检讨 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 然后把这实题很快的带你看过去 大概10到15分钟 然后很快的把这些题目讲解一遍 那同学没有问题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线上打开你的Moodle平台 然后点入这个测验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有关于synthetic concepts那实题最简单最基本的题目 那我们看一下你错在哪里 然后其中考也快到了吗 也帮助你们更仔细更彻底的复习一下 我们其中考的chapter number one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 那我们看到Moodle平台 所以这个是我们测验的实题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去把这实题看过去 好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题 他说在这个句子当中 John is a Spanish Chinese teacher the first modifier is Spanish 所以focus在这个形容词 Spanish refers to John's 他跟John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选项 那其实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结构好了 这边很明显的 A Spanish Chinese teacher 他形成一个MP的结构 那这边我们有两个修饰语 两个modifier去修饰这个head now 那我们说过嘛 我们去堆叠两个跟语言相关 跟语言跟国家相关的形容词片语 去修饰同样的名词的时候 离他比较近的会跟teacher这个名词 他的特质比较近 他为什么是一个teacher 因为他教什么样的科目 所以这个Chinese必须是表示所谓的subject 那Spanish会是什么 通常我们就会指 Nationality 所以第二个答案一定是对的 那你说第一个什么travel destination 好像没有相关 不可能是他刚刚从西班牙回来的一个中文老师 那我们并不会这样子使用英文去表达这个概念 然后第三个 那应该是Chinese才是 才是他教的科目嘛 那你说Spanish Chinese可不可以 那语法上面是可以 但是实在是我想不出有什么样的Chinese 是大家认同的 然后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Different dialects of Chinese languages 然后我们叫它做Spanish Chinese 好像似乎比较不普遍啦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就不选 然后第四个他说 Instructional language就是你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教Chinese这个科目 但似乎在这里也不会形成这个意义 所以这一题第一题的答案好像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Nationality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他说 这边有一个Lamentary Scorridor What has four wheels and flies 所以他说答案可能是一个Airplane 或者是一个Garbage truck 所以这来源是什么 什么样子的Ambiguity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谜语它的结构 What has four wheels and flies 所以当然第一个 这个conjunction 它有可能连接左右两边的constituent 可能是连接VP and VP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MP and MP 然后就会形成不同的语意 它有可能连接这样子的结构 就是一个VP 再加上另外一个VP的结构 然后咧 它也有可能去连接has的秀词 然后这时候就是MP跟MP的结构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说 Synthetic Ambiguity当然有啊 因为它的结构的不同导致Ambiguity的产生 那第二个Part of Speech Ambiguity 当然也有啊 因为flies它可以是一个动词 它也可以是一个名词 所以才会形成一个VP 或者一个MP的结构 那第三个 Ambiguity due to the structure of conjunction 对啊 因为conjunction左右两边 有可能是两个MP的结构 或者是两个VP的结构 第四个 Lexical Ambiguity也没错啊 因为flies用作动词跟名词的时候 它本来就有不同的semantic meaning 所以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Lexicon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答案是全部都要选 那同学如果这一题概念了解的话 应该不会选错 第三个 它说innateness hypothesis 它其实就是讲 我们在人类语言当中 我们在讨论syntax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synthetic property 就是syntax is innate 那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 它是supported by the linguist Noam Chomsky 没错嘛 所以我们在课本的第一章 其实我们讨论到innateness的时候 你应该对这个名字很有印象 它就是提出所谓的 语言能力是天生的那个语言学家 提出所谓的universal grammar的 那个语言学家 那第二个 它说proposes that children have the innate capacity to process grammar 对啊 所以我们说 我们习得第一语言嘛 我们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 我们自然有那个能力 然后让我们有办法去process grammar 或者我们说process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那第三个 它说consider language is a learned behavior 这个当然不对啊 我们会说语言不是习得来的 尤其是我们的第一语言 我们的母语 而是我们天生就有这个能力 然后有办法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慢慢的去熟悉 慢慢的去精通我们的第一语言 第四个 它说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universal 就是UG嘛 那这个我们在上课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 UG的概念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所谓的innateness hypothesis来的 所以这题要选abd 然后第四个 它说an ugly person are beautiful but pretty is an example of 它当然是一个 可以稍微看一下啦 它的语意合理吗 它的语法合理吗 那第一个你会注意到 语法一定不合理 因为这边是单数嘛 所以这边supposed 要用单数形式的动词 那所以它应该是 synthetically useful sentence 那语意上面它当然也不合理啊 因为一个丑的人 他又很漂亮 然后但是又很美丽 anyway这两个应该是同一字吧 所以你看不太懂 好像有一些所谓的矛盾的概念 involved在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的结构当中 所以我们说 semantically it is an eofoom sentence 所以这题要选 synthes跟semantics 它都不是一个合理跟合法的句子 第五题它说 在中文当中 PP compliments are usually post-verbal and PP actions are usually pre-verbal 那这是我们上课提过的 我们说汉语的PP结构跟英文一样 它也有complement跟actron的差别 那complement跟actron的差别 它其实也是我们所谓的 universal grammar其中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所有的语言系统 几乎我们在讨论到 不管是PP啊 还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concentration structure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存在 complement跟actron之间的区别 那英文我们会说PP的结构 那complement会离head比较近 然后actron会离head比较远 那这个我们之后 在第三章以后 我们在讨论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慢慢地 讨论这个概念 那汉语当中PP有没有区分 complement跟actron 那我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也有说过 有啊 譬如我说 我们不要管把球 这个部分的结构 但是在球场这个形成一个PP 然后动词在这里 然后进动 然后又形成一个PP 然后这个是complement 这个是actron 然后那描述地点嘛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generalactron 那进动它表示 跟这个动词相关吧 我把这个球 然后踢到哪里 然后它是这个动词 它要描述动作的核心概念之一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它的complement 那位置不能掉反过来嘛 你不能说小明 进动 把球踢在球场 不行 你也不能说小明 把球踢进动 在球场 怪怪的 在球场 一定要出现在 preverbal position 然后进动 也一定要出现在 postverbal position 所以这题答案是正确的 complement通常都会在动词后面 actron通常都会在动词前面 然后下一个 这边盖住 然后把它擦掉 它说在汉语当中 the functional morphine the is meaningless and it can be omitted in any position 这个也是我们上课讲过 the 它虽然是一个functional morphine functional morphine 我们说 它可能在语义上面 没有这么具体 没有这么显著的意义 但是在语法上面 它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功能 那语义上面 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功能 所以我们不会说 它是一个完全无意义 然后没有任何的 语法的概念 或者没有意义的一个morphine 那我们会说 它可能表示所谓的 possession的关系 表示所谓的genitive的关系 表示所谓 我们上课都有提到吧 所谓的sociative construction 它用来带出一个nominal modifier 然后去用来指称 这个modifier和名词中间 似乎有一些 语义上面有相关的关系 那它是不是可以在任何时候 都被省略 当然不是啊 我们说 妈妈的书 你不能说妈妈书 你说 妈妈的朋友的儿子 你可以说妈妈朋友的儿子 但你不会说 妈妈的朋友儿子 不会嘛 所以那个离所谓的 head now the head now of the MP 最近的那个的 最重要的那个的 通常我们不能省略 所以我们上课也有提到啦 并不是任意的的 它都可以被省略 所以这题答案是错的 第七题啊 它说 在这个句子当中 The monks were glad They were the bell ringers And so were the nuns 它是一个ambiguous sentence 这个我们上课花了 还蛮多的时间在讨论 那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上课有说过嘛 原因是 第一个 所谓的proverb 就是 so were 它只称的是谁 那第二个就是 所谓的undetermined denotation of the pronoun they 所以第二个是 类指称是谁 那第三个你说 word 可以是一个动词 也可以是一个adictive 好像在这里 你说 这个word 这个word 它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吗 好像不合理吧 那最后一个 它说 The fact that monks and nuns must refer to different group of people 所以你会想说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 monks跟 nuns 它可以refer to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that sounds impossible 光是所谓的 gender 似乎就不一样 那就算啦 就算他们可以 只称是同样的人 那一样ambiguity 还是会在啊 所以 似乎他们的ambiguity 不是由于 monks跟 nuns 他们用来指称不一样的人 带出来 这个句子的模糊地带 所以 这题答案应该是我乱掰的 因为我想不出 另外一个原因 就随便写了一个 但是 完全不合理 很荒谬嘛 所以 我也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会去选它 第八题 它说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s an adding up of the meaning of the component words 这个当然是错的啊 如果你有读课本的话 如果你与概 还有一点点印象 然后概念有学懂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句子一定是错误的 一个句子的意义 一定不只是 等于每一个智慧 每一个组成 这个句子的 智慧的意义 加起来的综合 那我给过你例子嘛 如果这个句子成立的话 那这两个句子 应该会有一模一样的意义 因为它组成分子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这每一个John 每一个Mary 每一个动词 每一个动词 每一个名词 它在两个句子当中 它扮演的语意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啊 但是差别在于 它们的语序排列组合 会导致这两个句子 会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 所以 这个句子的意义 绝对不只等于 这三个字的意义 加起来的综合 那它还有引爆 其他的 所谓的synthetic structure 包含所谓的word order 包含所谓subject跟object的概念 这些其实都是 这个句子意义的一部分 所以这题答案一定是错的 第九题啊 它说 这我们刚刚讲过的答案是对的嘛 好我们说 中文和英文两个 这么没有相关联的语言 但它们都会具有同样的概念 就是它们的PP可以被区分为 complement跟actron 然后当它们的PP作为actron 或作为complement使用的时候 各自会出现在句子不同的位置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UG的概念 两个完全没有相关的语言 所以它展现了非常类似的一些语言特质 所以这题答案是对的 最后一题它说 答案当然是错的啊 前面的部分是对的啊 它说 当然是对的啊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recursive 这个特质吧 因为我们有conjunction 我们有PP跟MP的巡回 我们有subject跟VP的巡回 所以导致这个句子可以无限延长 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创造出 一个语言系统当中最长的句子 但之所以这个 前面的这个部分成立 并不是在于所谓的 structure of English is ambiguous ambiguity跟所谓的 句子的长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 我们之前讨论的 哪一个synthetic feature 跟这个会导致 这个statement 它的结果的话 那应该是所谓的 synthetic is recursive 这个特质 然后才会有导致这样的结果 OK好 那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好像是你们上上礼拜 做的一个测验 然后这实题很简单的 有关于chapter number one的一个review 一些有关于第一张 synthetic properties的基本的概念 那通讯应该分数都不会拿太低吧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讨论chapter number one的内容 那如果你还是成绩不太理想的话 那你要赶快加紧复习 虽然我们的期中考是open book 但它第一个它不会简单 第二个如果你概念不清楚的话 就算课本在你的手边 你还是会答错 那所以同学加油 赶快加紧开始准备 你们的期中考 然后祝大家考试顺利 然后下周还是记得 我们还是剩下chapter number two 还有一小部分没有上 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入到 chapter number three 有关于constructioncy的概念 那那个也会是期中考的范围 所以同学记得不要缺课 谢谢大家